给你们看一下啊 自从给她买了这个棉花娃娃 她天天吐槽 说人家身上这个衣服丑 然后非要自己做 你这你能做得出来吗 我当然能做出来了 还不认为你心疼前不供买 现在小孩子的东西都是太贵了 然后买这个娃娃又去了40多块钱 然后衣服的话就这么一点点 买一个衣服都要20块钱 所以为了让我的棉花娃娃变得更好看 尝射几时 现在上线 给她画几个上衣 我的灵感是来于夏天必须的吃西瓜嘛 好了大功告从啦 给她看一下啊 这是我们第一套西瓜套装 第二套这个是玫瑰裙子 现在把它剪下来开始缝制 给她看一下啊 大致的模型已经出来了 我们再给她缝缝补补补就OK了 你会吗 我会 所以就由我们亲爱的母亲大人帮我们来缝了 这是什么 迷你电动缝纫机 用它两分钟就可以给你做出来 哇 果然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会使用小巧的工具 你记不记得姥姥家里有一种那种老式的 对特别大还占地方呢 对然后这个就不占地方 用的时候拿出来不用一收起来 原来这样就可以一下子操作了 对呀 哇好不错呀不愧是我妈 两秒钟已经好了是不是 嗯 好现在把这边再一砸 大致的样子就出来了 好快点吧 我家的爱马上就可以穿上我设计的新衣服了 那做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我的膝盖套装 因为什么 因为爱美这里这裤子这里不行 因为你裤子弄得太小了穿不上去 然后我一共给你做了两个 还有一个是这样的一个 哇好可爱呀不愧是我的 那个上面有一朵小花的 第一套玫瑰套装 然后这个沙按你说太长了 然后把它剪了 对 给大家详细看一下 嗯 然后 然后它这个机子砸出来的还挺好的呢 这里还蛮密度的 看到没有 怎么样 五分钟就做了两件太棒了 是第二套 好 来看一下这个西瓜套装是这样的 萌萌的 非常可爱 大家觉得这两件衣服哪个更好看 我感觉更好看 到以后 做这种衣服 就直接用它做就行了 不用去买了 知道了 压得省了三四十块钱 嗯 好了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结束了 我们明天见吧 拜拜